自今日起 直到你生下孩子 你和我一同住在这云梦台的主殿里 这是我的卧榻 你就在此歇息吧 婴女不敢僭越 让你住你就住 倘若你诞下霸心 你的身份就会比我高贵 或许还会比王后更高贵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夫人 这是女医制刚刚打碎的药碗 奴婢拿来了 但主也 碎骨子 你打碎了这碗药 却碎不掉它的味道 这要平白打碎了倒是可惜 可惜 你是可惜它没有害了你孩儿的性命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但竹叶 性刚淡寒 平日扶植轻惹离尿 然孕妇扶植 更具大胎华胎之效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 叫做碎骨子 骨能碎之 引起下胎之烈性 这是谁要害我 你说呢 难道是女医制 我 我与她无怨无仇 自然不是她 那会是谁呢 应女未卑 我在宫中向来小心做人 不曾得罪过谁 那用得着你来得罪 此人一手遮天 此人一手遮天 这后宫女子谁能生 谁不能生 全凭她做主 你不奇怪 我怎能知晓得如此清楚 五年前 她让我喝下 我同样的一文一样 小医试过了 没有成功 那就再试了 太难 你是宫中行医高手 总会有办法 相识身边的耳目实在太多 无法下手 你是想说 这个差事你干不了了 那好 我可以换人 不过 明日就让你的金儿进宫替你复命了 不 王后 我是说 只是眼下 眼下 是 只是眼下没有合适的机会 这不用急 机会你会有的 大王 王后来此何事啊 相夫人即将临盆 既然相夫人所怀霸兴 是我楚国大兴的吉兆 臣妾怕相夫人福责不够 降不住霸兴 特愿在相夫人生产之际 将臣妾所驻高堂台 让与相夫人居住 并请巫者于台外跳舞祈福 你竟能如此识大体 寡人很是赞赏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他就是